今天除了给大家很多元的节目内容之外 其实要请我们的简少年老师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2024下半年从紫微斗数来看的话 我们下半年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太阳化季 所以有很多空弹发生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然后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在夏天的时候 就从现在开始到夏天的时候 还是要很注意 因为有一些极端的冲突和肠胃的问题 还是会非常的严重 那有一个节日呢 一定要超级注意这下半年 就是中元节 对 以我来说你中元节的时候 你想说今天普渡旺了 或是说在普渡的时候滑手机 你可能就平安度过了 但是今年呢我们讲 因为太阳化季会造成什么 造成很多事情被放大 或是说变得比较异常一点 所以呢就就要很注意一件事情说 很注意你如果今年中元节没有拜对 很有可能就会小事变大事喔 没有拜对 对 简单来说就是中元节的时候 一定要展现出自己的诚意 而且最好都是去庙里 就是任何的祈福一定要做到位 因为呢这个中元节如果你做对 在接下来中秋后 你将会迎来超好的运势 但如果你没做对 我告诉你你可能在这个夏天 或中元节的这个来回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舒适感 老师什么叫做对 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个 你要诚心诚意记得拜 老板带你团拜的时候 不要滑手机 不要跟旁边的人聊天 不要内心想说拜这有什么用 千万不要 你真的不喜欢 你就到庙里去好不好 我们最少做个简单的祈福 我们展现我们的尊敬 跟我们的诚意 然后再来是中元节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中元节除了好兄弟还要拜祖先 这个很重要 祖先一定要拜起来 他一旦能帮你护过这段夏天的时光 相信我你在中秋节之后 运气好到下下跷 好到下死 好可理不得就对了 之后我知道观众朋友们最想要了解 下半年能不能够财运大发 这个也太重要又非常的实情 那我们就要邀请简秀年老师 他有一个趣味画像占卜 到底2024年下半年财运如果 我真的是蛮趣味的 这花了我毕生功力好不好 老师这里画的是不是 对啊 念了几十年 你真的自己画的喔 对 自己画的喔 好丑喔 我已经确定能走命理 就想要路到不能走画家 所以观众朋友应该选 直接选这个数字是不是 对 选数字 你直觉 觉得你2024年下半年的财运如何 1234选一个 这个是要选怎么样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的吗 哪一个脸最是你的财运 我觉得老师会长得像第一个脸欸 对 所以我不要选一 这是成之内吧 你是第一个吗 长得像你欸 第一个第一个像 我觉得我比较像第二个 真的假的 我的自我类似是不是有点误差 好 我提那个少林老师 我选第一个 因为长得像你 你选第一个 对 好 好 好 他好像在看御饭团 我选二 像御饭团 我选四 我也要选四 选四 好 顺便解释 你刚刚讲中 那我就是负乱 好 说二个是二 对 好 说二个老师是二 我们先来公布答案 第一个公布答案是 三号 好 选三号的同学 财运指数七十分 你都选到财运不错吧 因为三号的这张脸呢 是贵相的脸 他所谓名气的脸 会大出名 对 他有肉腰匙 而且他的那个鼻子 门牙比较长 龙牙 所以他就是比较贵气 但是就没什么钱 他有七十分欸 可以啦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是一号 好 这个潘老师说我嘛 对 一号这个是 财运指数八十分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远方得财 要去远方才能赚钱啦 准了准了 今天如果是在原地 要半年出国 赚文 而且要出国吗 对 要出国了 许光汉有些新节目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跟老板都安排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对 下一个是 四号 90分 90分 这个呢是什么 是理财天才的面相 看起来很凶欸 各种理财 财运都会超级强 要多要多 所以适合做一些投资 非常好 而且跟展一科 知识发生什么事 展一科知代表的 真的有贵人啊 有这个房产的机遇啊 对 所以会很动产 对 容易买房子赚钱 对 最近房地上很热乱 最后一个啦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二号 到了一百分啦 下面的老师还有我们的 下面的老师还有我们的 下面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老师 这个一百分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 这个面相呢 是属于这个帝王之相 哦 帝王他说是什么 不劳而获啊 真的啊 就是躺着就会有钱啦 所以记得做什么都发 贵人无限多 做什么都发财 感谢 恭喜啦 恭喜全都恭喜啦 好 其实呢 今天选到分数题的朋友呢 不要太担心 也不要太难过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呢 阿汤哥呢 身为今天主持人 但是呢 我也是秘密老师 本业嘛 对不对 还是要教大家呢 一个加强财运的 开运的秘法 那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呢 财运有很多种 有些人可能他破财的原因呢 可能是命中没有财库 有些人可能是呢 风水呢 帮他漏财了 那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会要承担 家里很多人的 贡业的问题 那不论你是 哪一方面的财库破损呢 其实很多人问我们说 老师 到底我们财位要摆什么 才是最开运 摆聚宝盆呢 摆皮修呢 还是要摆那个金洞啊 还是摆什么发财术啊 其实我觉得 很多的开运的品项的东西呢 都对你的磁场有帮助 但是呢 当你不知道什么选择的时候呢 阿汤哥呢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 其实风水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们自古以来有一个 千年化煞神器 好 恭喜我们 下去吧 对 第一名 是 那这个千年化煞的神器呢 就是葫芦 其实葫芦呢 有很多 有很天然的葫芦 去晒干的 也可以 那很多人问我说 那葫芦到底要找有盖子的 还是没有盖子的 其实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葫芦形状的呢 都可以幫助我們趨緩煞氣 轉禍為福 招財納福 所以葫蘆是千年的化煞神器 那當然像葫蘆有很多的樣式 有些人可能做成陶瓷的 有些人可能是做成這種金屬的 有些人做成有水晶的 都可以 其實就是有很多種選擇 你都可以去選 那重點是如果你的柴位見空 或者是你可能有被涼壓 或者是你的柴位剛好在廁所 那建議你可以放上葫蘆 那這一個葫蘆的話 其實是命運好好玩的團隊 這一次最新開發的 全新立座 對 它這個是金的葫蘆 非常精美 金就是納福的意思 金真納福 金公雄雄雄雄去剪掉 金色本來就是比較帶貴氣的 所以當你覺得自己最近財運不好的時候 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就是 Bling Bling的 尤其當我們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太灰灰暗暗的 一定要亮起來 所以當你覺得最近運氣不好 或是財運進不來的時候 你的財位一定要發光 所以可以放上一個 比較有金色的飾品等等的 然後紫水晶 它本身就是帶來正財 也可以化煞 所以這個葫蘆裡面 它鑲滿了很多的紫水晶 的能量在裡面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會破財 因為沒有智慧 你知道求財需要智慧 如果你沒有智慧的話 你可能會被小人劫財 像Joyce是屬狗嘛 對 對 下半年要注意 背貸財 又提到這件事 我們要一直提醒你才會記得 對 沒有錯 所以就是紫色開智慧 太大有正財 也代表一個正元 所以讓我們可以人賣通錢賣 所以不管你今天 財位剛好是有晦氣 影響到的話 那我們在財位上 都可以擺放葫蘆 那如果你覺得健康 影響你的財運 你在你的房間可以放葫蘆 或者是你覺得 最近好像小朋友讀書 讀得不怎麼好 然後人際關係有點問題 那你就在他的這個書房 書桌上面也可以放葫蘆 因為葫蘆是百搭的 大家可以放心 那你知道祭公活佛 身上也背一個葫蘆有沒有 對 就是要收腰 還有去病氣 所以葫蘆是中國這個習俗文化 自古以來就是千年的化煞神器 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你也可以結緣到 好不好 老師有人問說擺哪裡 好 擺哪裡 好 我跟你講擺哪裡都可以 因為葫蘆是最擺搭的 我剛剛講你放柴位可以招柴 你放薩方可以去化薩 像2024年的這個薩方的話 就在東南方 還有西方 還有南方 這三個方位都不要動土 也不要去就是施工 那這些的話都會發生奇案 施工奇案 好冷 如果說一個家裡面 可以放兩個嗎 如果說我又要招桃花 又要招柴雲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但是我覺得開運的東西 也不要故意把它擺放很多 磁場的時候會很亂 但基本上葫蘆是最擺搭的 所以很多人問我 到底要擺的話 我會推薦什麼 那我個人就推薦葫蘆 辦公室的辦公桌可以放嗎 當然可以放 剛剛講擺搭好不好 大門進來的地方可以擺嗎 那是玄關 玄關可以擺嗎 玄關可以擺嗎 玄關在風水來講 它代表就是一個守衛門 代表一個貴人運 所以玄關它也代表就是一個 智慧的考量 如果你今天家裡沒有玄關 特別容易破財 也特別容易犯小人 所以你放到玄關 它是可以幫你 收納一些晦氣的 吸附晦氣 然後散發財氣 所以葫蘆是百搭的 好不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